凤梨是民间香特产 为发挥地方特产最大优势 民间香农会特地萃取凤梨中的酵素 研发制成洗洁剂、洗髮精等一系列清洁用品 天然又环保 农会总干事蔡素秋表示 另外农会也看好 现代人注重养生 于是特别推出低淀粉的长鲜米 凤梨是我们民间香一大的特产 我们就是再利用凤梨芯 凤梨芯它有很高的酵素 所以我们用凤梨芯来提炼清洁剂 它可以从头洗到脚 比较繁宝 然后我们的长鲜米方面 大家都是比较养生 长鲜米是我们新的跟农民砌作 它的淀粉很少 所以现在大家很养生怕胖 所以我们就跟农民砌作 来生产这个长鲜米 让消费者享用 民间香农会的产品 拥有许多的爱用者 一位消费者 钟珊珊表示 酵素本身洁净力非常好 不论洗澡 洗头发 或清洁其他用品 都非常适合好用 尤其更适合小孩子 它是比较属于天然的洗碗精 然后它不只可以洗碗 它也可以洗衣服 洗练 洗澡这样子 那比较没有化学添加 所以小朋友洗也可以很安心 县意员赖燕雪 肯定民间香农会的用心 除推销地方特产外 也结合现代人需求 研发推出环保又养生的产品 民间香农会 特别像我们在地的农産品 经过我们的加工 萃取 研发多元的一个产品出来 同时也创造很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加富我们农民 我想这是相当棒的 像我们的凤梨呢 一整棵都可以使用 那么心盲 提炼我们的一个酵素 尤其是做我们的清洁剂呢 这个洁力又相当的强 所以民间香农会相当的用心 开发我们农特产品 精心的一个研发 创造更多的一个产值出来 我想值得喝彩跟肯定 未来希望可以再开发 更多多的产品 让我们民间香农会 结合地方特产 研发推出具特色的新产品 建立了自由品牌 也发展多元且高品质的产品 大大提升地方农产经济效益 记者王水仙 民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观看